你怎么这么变叹 昨天晚上 我通宵打错了这款 极度显示的退休模拟 这游戏里的退休生活 却比我做梦的幻想还潇洒百倍 这干半退休的妹妹 太好看了 不知道 笔子也不知道 听完问题之后 我叫点说说哈了 体能全大目标 全王老头 作为一款模拟养成游戏 完全有三条路线 可供选择 一代纵持的运气线 我本以为自己 叫缩在房中苦练武功 直到这个女的出气 打不了我 生活了 这个物业妹妹更好看 感情生活 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拉好感度的吧 老伴没什么可看 她物业妹妹 魔鬼身材 只喝茶 吃日料 治愈 现在有错 抱着支持工作的内心 我邀请她共计晚餐 她预料一顿四千五 一个月退休精神三千五 先把钱喝嫩茶了 最后的日子 我将支持物业工作 当成了头等大师 从简破烂到开物馆正起 从帮她找寻公卡 到出头教育流氓 甚至中间被骗上节目 让护宝锤砸坏了传家 内心的执着衣衫 换一看 我跟老伴是友谊的搬船 跟物业妹妹是友谊的舰队 哇你怎么这样变态 然而 就当而退休生活 扬帆起航的时候 一个天大的阴谋 悄然晕掉 啥牛啊 打门了 小区拆迁她 小区拆迁她没说是我 签的字不对啊 精密的算计下 我被黑星开发商 设计进了拆迁圈套 一旦得逞 不仅诸多邻居流离失所 物业妹妹也会失去工作 蛤蟆犊子的欺负人是吧 一旦拳王的故事 正是一下